另外在一些街头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艺术表演工作者 他们装扮成各式各样的造型 吸引了民众的目光 而在淡水渔染码头呢 有这一圈当地矗立的虎爷造型 引发了讨论 民众投了钱 等了好久看啊看 却没有任何动静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假人 家人 里面有人耶 家人午后 淡水渔染码头这个角落 挤满人围着这座虎神 好热闹 偷了钱等了好久没动静 大人小孩好奇上前 一探究竟 假的 假的啦 假的啦 发现是假人 小朋友好失望 假的投钱 别人 快没人去投钱 天哪会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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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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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的啦 假的啦 自己小孩 多少 50 50啊那有觉得这样怎么样 他是假的人不是真的人 也还蛮有艺术的 就还好笑一笑就好了 其实这座虎爷是知名剧场跟店家界场地摆放的 做的非常像真人的这个人型玩偶 然后让大家觉得即可乱真一个话题性 如果想要跟他拍照不用投币也可以啊 只是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 如果你觉得受到欺骗你要把他拿回去 这都是可以 一个下午许多民众投钱 钱筒内不少5元10元50元硬币 模特儿假人假扮成虎爷这招民众投钱 因为不是真人少了互动惊喜 但乍看难以分辨真假 引起现场民众议论纷纷 全新闻无敌热带出容 新北市报道